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分享各种实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带来健康 如果觉得本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加订阅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在我国6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大约有2%至3%的人 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令人更惊讶的是 每增长5岁 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生风险 就会上升两倍左右 根据相关数据统计 全球大约有3680万人 正遭受阿尔茨海默症的困扰 每7秒就有一个人被诊断出有齿病 而他们的平均生存期只有5.9年 阿尔茨海默症已成为威胁老年人健康的 四大杀手之一 因此专家们特别强调 一定要做好早期的预防工作 能够减少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生 今天用三药搭配几种食材 给大家分享一个特别营养的吃法 中老年朋友常喝的话 可以起到增强记忆力 补老预防阿尔茨海默症 首先要准备一小节的铁棍山药 先把山药皮消除干净 山药它是一种高营养的食材 富含多种营养成分 如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等 可以为人体提供全面的营养供给 山药中含有特别的连液蛋白和属于皂肝 这些成分更具有知音、补肾、益气、健脾、健脑 这意味着经常使用山药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 改善消化、提高记忆力 对于延缓衰老、盐年益瘦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另外,山药中含有大量的连液蛋白、维生素 以及微量元素 能够有效地阻止血脂在血管壁的沉淀 预防心血管疾病 取得抑制安神、盐年益瘦的效果 接着准备适量的小米 小米不仅能够滋补身体 还能够预防多种疾病 对于养生保健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常吃小米能够帮助调节身体平衡 增强我们的抵抗能力 改善我们的健康状态 小米中含有一种叫做卵磷子的物质 它能够滋养神经细胞 增强记忆力 对于老年人的老年痴呆症 有一定的预防和缓解的作用 上了联级之后 一定要多吃小米 小米还能够降低血压 稳定心率 对于心脏病、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 都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另外小米还有养心、安神的功效 中医认为小米能够知音、润躁、清热、厨房 对于那些经常因为肠胃不好 导致失眠的老年朋友 它的安神效果是非常好的 可用于代替安眠药食用 因此他还有人说 晚上一晚小米粥能呼呼大睡 小米粥含有一种叫做色胺酸的物质 它是人体合成神经地质 五金色胺的重要原料 五金色胺能够调节人体的情绪和睡眠质量 使人感觉到放松和舒适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 常吃小米的话 还可以有效的延缓衰老 因为小米粥富含维生素液 维生素液它是一种强力的抗氧化剂 能够清除体内制有机 防止细胞氧化损伤 延缓衰老 保持皮肤弹性和光折 小米粥还含有一种叫做锡的微量元素 锡是一种抗氧化剂 能够增强免疫力 抵抗病毒和细菌的侵袭 预防癌症的发生 接着准备适量的黄豆 黄豆有植物肉的美称 可以提高免疫能力 改善身体疲劳症状 让头脑变聪明 黄豆富含大豆卵磷子 它是大脑的重要组成成分 多吃黄豆能够提高智力 有效的预防老年痴呆症 此外 大豆卵磷子中的灾存 可以增加神经机能的火力 黄豆中的卵磷子 还可以促进脂溶性维生素的吸收 强健人体各组织器官 提高精力 大豆中的蛋白质 可以增加大脑皮层的兴奋和抑制功能 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 还有助于缓解 沮丧和抑郁的情绪 特别是上了联级以后 经常吃黄豆的话 还可以延缓衰老 黄豆中富含大豆 一环童 这种植物持激素 能够改善皮肤衰老 还能够缓解更年期综合症 因此 日本人研究发现 黄豆中的压油酸 可以有效的阻止 皮肤细胞中的黑色素合成 另外 黄豆中的大豆 皂肝还能够清除体内自由基 具有抗氧化的作用 还能够增强人体免疫机能 黄豆中还含有18%左右的不饱和脂肪酸 其中的压油酸和压麻酸 可以降低血液中的胆固醇和甘油酸质 可以有效的预防动脉硬化 大豆中还含有大量的钙 铁 鲜、鲜、鲜等矿物质 对于骨骼健康 促进血液循环 看氧化、看衰老 都有非常大的效果 可以有效的预防老年朋友的骨质疏松发生 接下来准备几颗 莲子 莲子被誉为天然的大脑健康食品 它具有养性安神 健脾止血 不胜 固精的功效 可以清除体内自由基 保护细胞免受损伤 延缓大脑的衰老过程 莲子中含有丰富的脑磷子和微量元素 对于维持大脑正常的功能和提高记忆力 预防脑年痴呆症有一定的作用 莲子中的莲心碱 可以改善大脑的血液循环 可以提高大脑的供养量 提高工作效率 并抑制炎症反应 减少神经退行 性疾病的发生 还可以有效地改善睡眠质量 提高充足的营养和帮助人体 进入深度睡眠状态 保持大脑的健康 我们将这些食材 淘洗干净 最后加入一颗红枣 红枣糖分多 不需要太多 一颗就可以了 淘洗干净后 把枣盒去除 接下来准备一个破壁机 把所有食材放入破壁机中 加入适量的清水 用豆浆键把它打成豆浆状就可以了 制作视频不易 亲爱的朋友们 一个小红心对您来说 只是举手之劳 但对我来说 可以让我高兴一整天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 就麻烦您帮忙点一个免费的 小红心吧 辛苦大家了 大约25分钟左右就打好了 倒入碗中 直接就可以喝了 当做早餐喝 香浓 湿滑 口感好 里面加入的食材 也是非常的健康营养的 经常喝 可以强生健体 如果睡眠不好的朋友 可以在晚上 睡前一个小时喝上一晚 对于促进睡眠 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喜欢的朋友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